大家好,我是卡姐 卡姐今晚來到溫哥華Downtown的旋轉餐廳吃晚飯 很普通的 我多數一個星期都有三、四晚出來吃飲飲飲飲飲 我也有說過,我會選擇自己喜歡的餐廳 有時就是餐廳的食物好吃 有時就是我喜歡餐廳的位置高居臨下 看到很美的景色 我現在就是這個餐廳 這個餐廳是旋轉一周大概一小時 看完整個溫哥華的景色 是非常之望得遠 是挺美的 看完溫哥華的西溫北溫 還有Downtown 還有Burnaby那邊 都可以看得到 一邊吃餐,看著窗外的景色 吃完餐後可以點餐廳 或者叫杯冰酒 慢慢看著窗外的景色 跟家人聊聊天 是一個很愉快的週末晚上 不錯的 在這裏 最近有些朋友跟我說 他說 阿卡姐你好像不說 何痴痴的收視率 跌了很多 那你怎麼看? 其實就沒有怎麼看的 很自然的 這個世界就沒有不散之言 而且這個話題 也都是令到我們很困擾 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是一件我們一直想追蹤去看 是拿到一些歡樂的感覺的事情來的 所以無論如何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抽一身出來 去遇上過以前的生活 做一些生活的分享報道 這個才是我的主題 他也不是一個這麼大不了的人 也是一個 大家都很討厭的人 所以就盡量不去說他 反而覺得人的情緒比較平穩 沒有那麼生氣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怎麼看 我就是了 有時候說說說我都好像很激氣 我們今天吃這個 新英倫煙的粥打湯 這個湯就是廚師拍板 亦都是VChess 他覺得很好 推薦 另外一個就是野生三文魚的Spaghetti 等一會兒吃完甜品 再點一些酒 慢慢在這裡 欣賞天色暗了 看到整個燈海的景色 其實這條片就沒有看完 我就會在另一條片裏面 就全景去播放 圍繞一周 大家看到溫哥華夜景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 其實我們應該發掘一些 漂亮的地方去享受人生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BC體育館 亦都叫它做菠蘿包 很漂亮 好像一個霜滿夜空藍 藍寶石的一個皇冠 非常之漂亮 好了 那我就說回 有一條的視頻 就講到西方社會 有錢佬他們怎樣去處理一些家庭出現的問題 見到有網友就有留言 他說 是啊 有時候都不是單單男人去做不好的事 出軌 其實有時候女士都會 但是小蚊仔 很多時候明知可能媽媽不是那麼負責任 不是那麼顧家 或者媽媽都有出軌 但是小蚊仔都會是依附媽媽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做過小蚊仔 是吧 很多時候在我們的 與生俱來的一個概念就是 有些什麼事呢 第一時間就是找媽媽的 是吧 所以媽媽的一言一行 媽媽的對家庭付出 我們是覺得理所當然 其實也有一部分的女人 她活得非常之自我 她覺得當她有一天 改變了想法的時候 女人要變心起來 應該大比數說 不是絕對 是比男人更絕情更缺絕都可以的 這些話題就可以講很多很多個 視頻出來的 我希望慢慢跟大家去分享 大家去討論一下 聊聊天 爸爸出軌 爸爸不好 很多時候可能那個家庭 基本上是解體的 如果媽媽不去忍 我不忍了 我怎麼都要走出來 在這段婚姻裡面 那就經濟上面 很多事情上面 可能整個家庭就 變化得比較大 如果媽媽離棄了家走 未必變化那麼大 但是在小孩子的心靈裡面 那個心靈創傷 是比沒有了爸爸的那種關懷照顧更加之大的 你回想一下 每一個人都做過新穩仔 爸爸出軌 找兒子 但是媽媽都非常保護的 怎樣窮 她去捱也好 她去咬牙關 去撐過那個困難的時刻也好 媽媽就好像一把保護傘一樣 有一句說話就是 唯無側光 所以很多人與生俱來的概念就是 媽媽怎樣都要撐著那頭家的 如果那個爸爸是有這些行為出現 但是也都不是百分之百是這樣的 也都有很多的事例 告訴我們 女人變起心上來 就是頭都不回 那就走了去 在這裡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一個真實的故事 大家就當一個故事來聽 情節如有類同 實屬巧合 這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一個男士 他本身在香港是做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其實都分開幾個不同的部門 他就是做文職 他跟太太結婚之後 就生了一個女兒 他的女兒都應該幾大 我相信他的女兒現在都四十幾 他的女兒應該比我的大兒子 我的大兒子其實都四十幾 這位男士的太太 是任職於康民處的 就是兩夫妻都是政府公務員 他太太後來就移情別戀 跟了一個同事 展開一段婚外情 最後就是提出單方面提出離婚 單方面提出離婚的時候 那個先生其實是一個很好先生來的 脾氣也好 又顧家 又疼女兒 但是有時候婚姻不是一個人走的那條路 是兩個人走的 如果有一個人他不想繼續的時候 他想回頭 或者他跑步走了前面 根本是不合拍的時候 一定是分道揚鑣 最後沒有辦法 那就分開 分開他們也住回同一個屋園 應該是馬安山那邊 很多時候 就算是很迴避 不去走對方的建築商場 也好 但是有時候 真的偏偏就會被他遇上 當這對夫妻來了婚沒多久 有一天 那位男士就帶個女兒 在自己屋園的商場 那些茶餐廳吃東西 帶子紅狼 這些男人真是好男人 但是上天 不知為何會被他遭受這些東西 有些人真是很想找到 這些男人也找不到 那就帶著女兒去商場 應該是去茶餐廳吃東西 吃完走出來 那個女兒突然間一支箭地飆出去 就拉著前面那個女士 媽媽媽媽緊緊拉著 就不放手 原來那個女人 就是那個男士的前妻 當時那個女人身邊 就是她的男朋友 他們拖手並肩而行 可能也不知道走商場 或者去吃東西 這麼巧巧 當時他們離婚的時候 這位女士說得明 不要這個女兒 就是連撫養權都不要 不要也都很少回來探視那個女兒 到後來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聯絡 但是小孩子見到媽媽 那時候應該她的女兒都有五六歲 當然認得自己的媽媽 就衝出去 那這個女士呢 那這個女士呢 見到那個女兒呢 露出很尷尬的神情 也都很不想 那個女兒在商場裡大叫 那樣就想拖開那個女兒的手 那那個女兒呢 就大哭大跳 始終是小孩子 看著媽媽頭都不會 揚長而去 真的很絕情 世界也都有這樣的人 露出很公平的 什麼人都有的 天底下 當時那個男士 真是 什麼的感受都有齊了 那唯有就 在地上拉起那個女兒 抱起那個女兒 就回頭走 目送著她的前妻 跟那位的男伴走了 那個女兒呢 就填了地在商場裡 這樣來大哭大鬧 真是眼淚在心裡流 真是那種的感受 我想不一定可以用不默去形容 我們做外人聽起來都覺得非常之心酸 是吧 需不需要這麼殘酷呢 做人需不需要去到這麼盡呢 你懷胎十月 生下一個女兒 應該和那個女兒 什麼情況下 你都不需要做到這麼絕 是吧 後來那個小孩子 我覺得不多不少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而且她這種在她年幼的時候 那種的體現到世態炎良 而且還要出現在自己最親的人身上的時候 那個女兒曾經有一度 雖然是小孩子而已 很沉默 也都很不合群 那個爸爸就怕著這個女兒 會出現一些精神上的問題 就盡量帶她去課外那些活動 很多東西 帶她去群回那些同齡的小孩子 那這位爸爸就一直陪著這個女兒成長 父兼母職 女兒有病 她說簡直幾天幾夜不眠不休 又背去看急症 半夜又要餵藥 她說沒有辦法 所以她一生從此之後 就沒有娶 也都沒有再談戀愛 就是守候著女兒 由於她是公務員 九七之前的公務員 那些子女是可以送去英國讀書的 那她呢 也都是順理成章 就把女兒送去英國讀書 她的女兒呢 就在King College那裡讀完畢業之後 也都輾轉來到加拿大 後來就在加拿大 工作、生活、定居 後來就把爸爸都申請過埋禮 家屬團聚 那後來 那個前妻 就是這個小蚊子的媽媽 也都是不斷去談戀愛 不斷去交朋友 但是呢 可能又結由來 都是找到一些出軌籃 那真是不知道是否 上天的恩果循環報應 臨老的生活都很孤苦伶丁 還有真是很坎坷 那隻呢 就希望找回個女兒 那這位爸爸都很大度 就叫個女兒 你回去吧 回去香港 陪一陪個媽媽 但是那個女兒呢 就說她是只有爸爸的 她一生人的記憶 她只有爸爸的 這樣 但是她的爸爸呢 都說 你當孝順我 她始終畢竟是生了你的 無論發生過什麼事情 歲月已經過去了 很多艱難的日子走過了 你回去看一看她 都算是還個心願 好像後來呢 就回去看這位媽媽 這位媽媽就很心酸 那她那段心酸呢 其實就是她自己找來的 但是這個女兒都是以得報怨 後來這個女士也是 身體出現一些狀況的時候 那個女兒呢 也都回去照顧她 今天分享這個故事就是 女人可以很絕情 一樣是可以做出很多 傷害家人的事情 但是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過了一段 你自己很任性 放淫的歲月之後 回過頭 Look back 你失去的 你得到的 是不是可以令到你 這一段的關係也好 你和任何人的親情也好 是不是可以割斷呢 是吧 在午夜夢回的時候 然後當她失落 失意的時候 她才想到這個女兒 我覺得 也都很自私 不知道 恰不恰當呢 我說這句說話 但是 真是聽完這個故事 我覺得都很深呼 其實也都還有一個故事 我希望下一集呢 就是去分享 就是一個太空人 爸爸 他背棄了家庭 那個女兒對於她爸爸的一些說話 那也都希望我在下一個節目呢 是去描述出來 其實歲月可長可短 人的一生也都是匆匆而過 做任何時候 真的要扯行扯珍惜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